今天是2021年十二十一日 冬至 現在在華埠的唐人街 這間的大城市都可以說是地標的 我現在看見這個就是曼克頓大橋 後面有這麼高的豪宅 本來的位置就是一個超級市場 拆卸了之後就變成一大棟的豪宅 而這棟大廈就是很有名的孔子大廈 頑固盡這裡就是鮑梨街 我們看到有很多轉變 匯芳銀行仍然在 旁邊已經建了一個酒店 以及如果你有留意 最大的轉變就是一些食肆 例如在環街最大的金峰酒樓 因為外場剝落 於是他們也是改建 今天就是冬至 所以我猜是這個月亮來的 因為這邊是東南面 因為西面就是Canel街 這裡就是西面 你看到嗎?我經常覺得這個好像一個串燒 其實你看到這些高樓大廈 你也應該感受到 我們現在的八年的唐人街 將會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現在新冠都是私藥 所以很多人都有戴口罩 今天早冬 市面上多了人 買菜或者早點回家 整條街就再黃好來了 然後再下來 就包來街的延續 你看到有很多新的樓 那麥芹這些比較舊的樓 都開始改建了 那這些大的巴士站 就仍然在這裏 更或是有些租貸的樓款 那因為這個新型的建築物 開始起 所以唐人街的樓價 當然就是比以前是升了 在這個位置 就曾經也是有一間的戲院 那當然就已經是沒有了很多年了 你看這些樓 就叫做新一批的了 一些商業的大廈 那這間銀行也是 以前不是TD Bank的 現在我記得應該是第二間的 那也都是有一些醫療中心 檢查 那現在的人很流行這些E-Scooter 其實都危險的 不過就因爲不想搭地鐵 講起地鐵就越來越不同了 因爲那些地鐵票就已經改了 因爲現在我們都是用電子錢包 找手提電話 那他就將說在明年的時候 就將這個地鐵 地鐵卡就去取締的 你看到巴士站都不同了 現在巴士站就好很多了 因爲它是有時間 那你可以測試到 究竟巴士什麼時候到的 就不是以前很迷惘 都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到的 或者5點都不會節省太多 不過是因爲不夠人手 所以有時候它的班戚 都是未如期那麼準的 Matrix又來了 多少年前了Matrix 現在的Matrix就不同了 因爲這個Matrix 它是再做過 所以它有特別的效果 那我也很期待 因爲景北都這麼多年了 那我想 相信那些人 對於Matrix的世界 因爲已經是更加認識了 因爲已經開始講解了 面書都叫做元宇宙 就是已經叫做Facebook了 那繼續看下去先